嬌陽電影投資的新戲《胡蝶飛》 繼香港、北京、上海之後 這日就來到廣州舉行首映禮 其中兩位男女主角 周如文和李冰冰 當然就一起出席了 在戲裡面 冰冰就糾纏於兒子和王佑南的感情之中 現實中兩位男主角都比冰冰年輕 所以在發佈會上就有記者問到 冰冰會不會接受子弟戀 誰知她聽到之後 就立即變得好害羞 在發佈會之後 兩位主角就隨即出席影迷見面會 和過百位粉絲近距離接觸 廣州的粉絲非常熱情 見到嘔吹的時候都紛紛大吊 有女粉絲送職場向兒子示愛 我姐姐喜歡你六年了 這是什麼錢要送我那個 你好帥啊 這算我問你喜歡嗎 對啊 導演杜啟鋒在之前接受訪問的時候 就帶爭兒子前途無可限量 不過就有些習慣需要改 那不知道兒子又知不知道是些什麼呢 呃 習慣 駝背嗎 駝背是我的特色 我覺得有一個東西我覺得我自己還可以再更進步更進步更進步 就是語言能力 就是如果像這次很可惜 我其實很希望廣東版本我可以自己自己配 但是我們大家其實也都有這樣反應過 但是其實導演他們擔心的是 自己配有一些情緒上面 呃 你很難去講出那個感覺 所以所以我希望我在這幾年來可以多多學習 呃 更好的更標準的普通話 然後還有廣東話 這是一定要的 多點在香港 對 然後多拍一點香港電影 多跟香港朋友做一些溝通 因為我覺得最近都在忙著工作 然後其實很希望真的可以聽到一些導演給我演戲上面的一個建議 那只要他願意講 然後我就一定會聽得進去我覺得 謝謝